說不定現在呢 小刀哥已經找回到個球桿 哲英雄 哲英雄 YES 球桿 YES 球桿 再見 球桿 命轉身 球桑 球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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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輕鬆 沒關係 慢慢來 然後再助走道上面 這個 這個還蠻直的 對 這有差一點 那個是帥的 這一球 這一球 這一球應該蠻好撿啦 因為這一個 還在蠻正中間的位置 直直的過去就可以了 對 不用投什麼虛球 花球 紫薩球 卡特球怎麼辦 卡特 卡特要帥 好厲害 帥啦 帥 坐 我們能夠一二進 對 帥帥 帥帥也是同學耶 所以真的是很容易就是 馬上上手 球桿還不錯 這個拳能不能解到 才可以幫籃隊加分 加油啊 踩 不錯喔 不錯 YES 帥帥 帥帥 1 2 3 2 3 3 這跟這一次多可愛 藍隊能不能逆轉 就來看我們的潘均倫了 其實力量大的 可以用暴力心打的 對 用力給它撞下去 但是潘均倫 他在練習的時候是屬於 球速還不錯 YES 對 速度不錯 剛剛那個球速也算是 中快的速度 而且挺穩定的 然後織球 他最擅長的就是 織球對決 這個不錯耶 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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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第四格 目前為止 藍隊已經逆轉超前紅隊了 40分對36分 而且待會藍隊還可以再加分 因為連續有兩個 對 加油 刀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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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坑交給你了 兩個都暴力 兩個暴力 每錢 其實開放是很重要 因為這是團體賽 其實一贏兩棒是最重要 所以現在第五棒紅隊的王家良 他可是201分的個人最高分 所以我一打出紅牌的時候 九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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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如果以他平常 就有打的經驗的話 穩定棒會 穩定棒會 五棒 有了 太誇張了 好 好 接下來是藍隊的第五棒 彭小刀 非常的專注 這一球 太用力了 沒事 我們只打到了十號坪 有點可惜 最肩肩的 對 因為其實小刀哥 算是整個藍隊裡面呢 過去最有打保齡球 經驗的一個選手 對啊 可能是因為他年紀的關係 他那個年代 挑戰保齡球超級新盛 這樣有沒有 那時候對不對 台灣的飛碟球 陽明國系啊 我猜小刀哥應該沒有想到 你踢到年紀 好 有機會解釋背而已 OK 加油 不錯 加油 那麼現在紅隊呢 上場呢 其實是他們裡頭呢 相當有經驗的廖允潔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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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九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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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他們練了這麼久 都只是為了那一個 進來一點 好厲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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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驚人 非常拿起來 好厲害 好強喔 好強喔 還不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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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 9 10 9 10 以目前藍隊落後的狀況 這個性感 一定要解起來 才有機會 因為現在已經第八格了 藍隊能不能逆轉 直直的 直 直 直 YES 球棒好球敗 球敗 好了 YES 好球敗 好球敗 才一球 連續兩次 都是 結果成功圈倒 對 你剛才是雙乳酪 打你的運氣點咬嘴就好了 真的差 毛利美食 我真的最後一個才分出勝負 王家良來給我們秀一個 飛碟球 這顆球 好球 打六支 六支 不錯喔 結果漏錢 結果漏錢 一大懸念耶 真的 好 小刀換你了 加油 就是你一定要有十分 才會有第三球 紅隊九十八分做收 所以小刀他只要打 八支平手 打九支就逆轉勝了 說不定現在呢 小刀哥已經找到要的球感 這一球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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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也是今天唯一一個 全場 是對的 再見全雷打 英雄 小刀 打 再見全雷打 他現在有機會打海底機喔 如果連續三個打的話 我們就帥一波吧 小刀哥 加油 加油 又贏了 全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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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底機 好久才忘記啊 他要再一個 全場才叫海底機 帥班 楊楊在他第五格 第一球才打一支球平耶 火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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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保留實力 到最後一刻 不請你一出手 一出手就要嚇死大家 旁邊都要喊火雞啦 就會吃一隻海底機 我們大吉大利今晚吃雞 這一球 八隻 小刀埋伏在最後啊 好狠的一把刀啊 一百一十八分多數